白河区驾来甘铁定地区 10枚楼大好饮水 造成部分这边的厨房算不太大 经过临时小红教金吉来出局 暂时我们第一点在虎山小站 市场会提供的上海 特别的小灾区 关怀在边的状况 这个灾害是突如其来的 不是预期中的 所以我们要让它改变 来直接看我们灾民 刚刚去那个地方看两个老夫妇 他们也是很感兴 一个九十岁一个八十七岁了 我们希望公所好好照顾他们 能够让他们度过灾害之后 把他们家园清理完后再回去 现场要拿提出到水利局的报告 并且到现场是早 当时这时相关的局势 要预警做困境会后 票便又再喝水 这都是上游冲下来的 所以这都要清理掉 要不然都是 如果说再下大雨的话 一定还是很危险的 所以这个地方包括竹子 包括漂流墓都要清理掉 还有卡在桥墩的部分 到时候会影响水流 到时候水会很快就上涨 他目前有23位的灾民 收容在虎山首站 头上表示说 大家都没想到这种事情 他会尽力聚集灾民 度过难关 收容的有9户 总共是23位的灾民 那我们就是有提供他们 早餐啊午餐 或者就是三餐的温饱啦 那就是如果他们有需要 什么服务的话 一样就是可以打我们的总机 我们都会提供那个 看是一些盥洗用具啊 或者是 有什么饮食上的需求的话 我们都会 都可以立即的去做协助 这样子 有的提表时 这回没人和市民相望 实在是万幸 他也只是白河公司 要照顾材民 并且要协助整理工程 并且要协助整理工程 但是我们终于在白河 彩虹布等 好